日本地区在稍早7点左右发生一起严重车祸 当时一辆载满高中和国中学生的乡行车 行进台东市外环道和成都南路路口时 和回转的灰色轿车发生对撞 乡行车持进驾驶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七名学生大多轻伤紧急送医急救 灰色轿车张庆宇驾驶则是受到轻伤 据了解车上有六名东海国中的学生 加上一名台东高中的男同学 因为都是资本地区的学生 距离市区路程约有20公里远 为了让学生安全上学 并且节省时间和金钱 将要协调由池信家长用乡行车接送学生 早晚上下学 当时驾驶儿子也在车上 可以看到乡行车车头几乎全毁 救护人员到场 紧急将伤患一一送医 详细事故原因将交由警方进一步调查 将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